上一讲呢我们介绍了连续极限还有求导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来介绍一些实用的求导方法 本节呢我们会介绍当两个函数相加的时候 构成的一个新的函数他们的导数怎么求 两个函数乘起来他们再求导的话如何来求 以及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法则叫做链式法则 那我们先从一道证明题开始 这里假设U和V呢都是两个函数的名称 他们的自变量呢我们还可以当作是X 那么请大家证明啊这个U加V这样一个函数 就是两个函数相加 它求导呢等于两个函数U和V的导数分别再相加 这个证明题其实它的结果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呢先把等号的左边就是U加V 这个求导呢按照它的定义先把它展开写出来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呢顺便回顾一下导数的定义是 首先它是一个极限 是在ΔX就是自变量 变化趋近于0的时候 函数自己的变化 函数自己的变化 除以自变量的变化 那么这个写法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展开 就是U的X加ΔX加上VX加ΔX 减去UX再减去VX 那这样的一个公式展开 大家应该结合定义呢 不会说很难理解 那我们把这个啊稍作一些整理 我们把这个不同的项呢 给它分别的组合到一起 比如与这个函数U相关的 我们把它拿到一块 V相关的啊拿到一起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UX加ΔX 减去UX除以ΔX 这边的V呢也是一样啊 就是把U换成了V 两个极限相加 那其实写到这里 我们这个题就已经可以说是证明完了 因为我们看左边的这个极限啊 第一项这个极限 它其实就是啊 U的导数 那这个极限的结果呢 就是啊 V的导数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上面 要证明的这个公式 好 那么这是两个函数相加 所得到的一个新的函数 它求导呢 就等于两个原函数 各自的导数 分别相加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直观 非常简约 非常美的一个结果 我们就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解 也不用多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 那么有了两个函数相加 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两个函数相乘 两个函数相减这个我想就不用单独多说了 对吧 加和减你只要把符号一变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是两个函数相乘 比如说这里是UV U乘以为 两个函数相乘在求导 是不是等于两个导数乘起来呢 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这样的简单 那这样我们学习压力就会小很多 但是呢 现实恐怕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但是啊 我们看这个结果 我们将要证明的结果啊 虽然没有那么简简单单的 直接两个导数相乘 但是它仍然非常的简约 非常的直观 好记 也不难理解 我们看UV 这是两个函数相乘所得到的一个复合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就等于U的导数乘以原函数V 再加上V的导数乘以原函数U 那如何来证明呢 我们在这个证明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就可以一边推导 一边理解 你就把这个结论给记住了 那么第一步啊 还是老规矩 我们仍然把这个UV 这样一个导数 按照定义 先把它展开 好 我们看UV导数等于什么呢 这个写法可能不是太直观啊 我们从这一步直接来到这里 等于UX加ΔX VX加ΔX减去UV 对吧 那这样直接看下来的话 好像我们也进入了一个僵局 对吧 再往下分解 不知道该怎么分解了 你也不能 这个X加ΔX 这个括号 是U是一个函数 你不能把它拆开UX UΔX 那是不对的 我们注意这里的U和V 是两个函数 就像那个F或者G一样 那怎么办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技巧 我们说你给一个结果 一个值啊 加上X 再减去X 一加一减 是不是等于结果是没变的呀 这个等式仍然可以连等下去 那说为什么要这样多次一举呢 是为了凑成一些 我们比较想要的结果 好 我们来看 下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技巧 大家注意观察啊 相比于上面这个第二行的式子 第三行的式子呢 在分子上加了一个UX加ΔX乘以VX 但是你不能想加就加呀 你这么一加的话 等号还成立吗 你为了让等号成立 哎 加完之后你再给它减掉不就完了吗 啊 我同时保留着这两项 加上一个它 再减去一个它 好 我们呢 把这个式子变得很长了 为什么要这样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 也是为了经过组合 哎 找着找到一些中间的规律 啊 虽然现在暂时是变多了 但其实后面它还会变少 我们来看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中间的这两项 啊 靠的比较近的第二项和第三项 单独拿出来看 首先我们可以提取其中共有的部分 就是啊 VX 除以 达他X 那么它就会变成下面这种写法 UX加达他X 减去UX除以达他X 乘以VX 那如果我们把开头和末尾 第一项 第四项 也单独拿出来的话 我们看其中共有的部分是哪里啊 是啊 这个UX加达他X 对吧 把它提出来 那么里面呢 就是啊 VX加达他X 减去VX 好 我们观察最后的这个结果啊 这个从这里UV一撇到最下面这一行 是相等的 那我们看括号里面 尤其带上了外面这个极限的话 这个形式 大家是不是也比较熟悉了呀 这个形式是啥呢 你看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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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呢 就是 V的导数 那 当达他X 趋近于零的时候 这个 这个 UX加达他X 它其实 也无限趋近于 UX自己 大家留意一下 这里的几个极限 当达他X 无穷小 无限趋近于零的时候 这里是 U的这个导数 这里是V的导数 而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U的原函数 那么 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 U 导数 V 加U 原函数 V 导数 这就是 两个函数相乘 所得到的这个 组合函数的导数 分别 两个人的原函数 和对方的导数 相加 我觉得这个结果 虽然不像那个加法 那么直接 但仍然是 很协调 有一种美感 那么 相加和相减 是一回事 那相乘 如果我们要想一下 和相除 是不是一回事呢 是不是 如果 U 除以V 构成一个新的组合函数 一丘导 你就把这个V 放到分母上去 就完事了 把这个改成V 放到分母上 就行了呢 这个跟我们当时 刚学完了 加法 那个导数规律之后 想的一样 但是很可惜 我们是不是呢 自己来求一下 是不是就知道了 我们不能先入为主的 就直接断定一个答案 要科学严谨的来推导一下 那我们这里呢 就当做一个练习题 大家来想一下 U除以V 它的导数是什么呢 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求吧 求到的其实就是 我们知道的结果 好 那还是按照同样的做法 你先把这个U除以V 把它的这个变量 变化量 给它写出来 因为是这个 有一个相除啊 所以我们把它 再多拆解一步 先把这个 ΔF相当于是 对吧 或者叫ΔY也行 把它写出来 它就是啊 U X加ΔX V X加ΔX 减去UX除以VX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 把这个呢 写的 再稍微简约一些 UX加上ΔX 其实就是U加上ΔU 对吧 U本身 这个函数 它也有一个变化 分母的V 也是一样的处理 我们看 如果这样写的话 它是一个 两个分数 相加减 那我们把分母 统一一下 分母统一一下 这边呢 是乘上了一个V 这边呢 乘上了一个V加ΔV 再进一步拆开 这个时候 括号 它就是简单的 加点法 我们是可以 分别拆开 相成的 相成之后啊 我们看到UV UV U ΔU乘以V 减去UV 减去UΔV 那么 红色和绿色 这两部分 是不是一正一复 就抵消了呀 就抵消了 那么只留下了 上面这一部分 VΔU 减去UΔV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 有没有可能 我们再把它简化一下呢 现在啊 我们要求导数的话 要把这一部分 除以一个ΔX 对吧 然后再求 当ΔX 趋近于0的极限 好 这是我们真正想求的 这个导数的形式 它就等于 刚才我们 推理过的这个结果 除以ΔX 那把ΔX 除到这个分子里面去 诶 你会发现 当这个极限 当这个ΔX 趋近于0的时候 上面这两部分 上面这两部分 其实就是啊 U的导数 和V的导数 对吧 并且呢 你说当ΔX 无穷的趋向于0 无穷小 那么这个函数 它本身 这个能够变化的量 一定也是无穷小 对吧 只要它是个连续的函数 只要它是有导数的 那我们看 上面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啊 V乘以 U的导数 减去U乘以 V的导数 而分母呢 分母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把它忽略掉 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小量 分母其实就是 V的平方 那我们看 这里跟那个乘法的规则 有点不一样 有点点不一样 但是呢 也不太难记 首先啊 分母上的这个函数 它是平方 再作为分母 继续作为分母 那么分子跟刚才乘法的那个规律啊 很相近 都是啊 U和V两个函数 原函数 乘以对方的导数 这样两个都求一遍 但是呢 符号 大家记得啊 这个 U在分子上 那么 这个U求导 它的导数呢 就是这个符号为正 而这个V V的导数 乘以U的原函数呢 这个符号是负的 如果这个地方 你感觉实在不太好记的话 为了保险准确起见 你就把它重新推导一下 也不会花太多时间 这个倒不是说很麻烦 那这样的话 加减乘除 其实基本的四则运算啊 就是两个函数 经过基本四则运算 构成一个新的组合函数 它的这个导数怎么求 跟原始的两个函数 各自的导数 什么关系 我们已经证明 计算推理完成了 那还有一种情况啊 我们说两个函数 构成一个新的函数啊 除了基本的四则运算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呢 还有没有别的情况 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 这两个函数呢 也不加也不减 不成又不出 我把一个函数的输出 这个结果呀 作为另一个函数的输入 相当于给这个最原始的 字变量呢 套了两层壳子 这种呢 我们叫它复合函数 我们从一个小问题出发 来看看这种情况下 存在什么样的规律呢 比如说Y啊 等于FX 这个FX呢 它就是一个正弦函数 3X 可以吧 那我们啊 以前都是认为这个X 就是最基本的字变量了 现在不是 我们发现呢 这个X啊 它也会跟着 另一个因素去变化 比如说这个因素是T 你也可以把它想做 是时间也好 什么东西都好 这里是抽象的 它其实并不是说 具体指向某一个物理量 但是我们知道 X呢 又是T的函数 我们假设是T的平方 那现在如果我们想求啊 这个Y 它对于T 就它关于这个T 是怎么变化的 这个变化的趋势 方向快慢是多少 怎么办呢 我们这里啊 把这个 为了区别开啊 我们就别写一个Y平了 之前我们都是 只有两个变量 对吧 都是对于X 都是对于X 不管U也好 V也好 都是对于X 一个自变量 所以你一平就知道 都是对X求导 现在呢 这个情况变复杂了 函数也变多了 我们就别光写一个Y平 光写一个Y平 你说是Y对X求导呀 还是对T求导 还是对什么别的求导 我们就把它写作这个 DY DT 它其实就是这个 DataY DataT 这个极限 那么它是多少呢 我们啊 在这里要介绍一个 非常有用 非常重要啊 在之后也是这个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 规律 一个法则 叫做链式法则 链式法则呢 就是 一串关系 合在一起 构成一个链条 我们看这个链条 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想求的是这个 DY DT 对吧 但是我们直接求是不知道的 Y和T 他们本身 并没有一个函数啊 没有一个简单的函数 直接构成起来 但是我们是不可以在他们中间搭一个桥 啊 我直接找Y和T的关系 他俩不认识 好比说在社会里面 他俩不认识 不要紧啊 我可以找个人来介绍他们 找一个中间人 牵线搭桥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好 在这个情景下 Y等于3X X等于T的平方 如果你想找一个中间人 这个中间人 他可以是谁呢 当然就是X了 对吧 你看他这个 写都写在中间了 对吧 我不知道Y对T 如何变化 我知道Y对X如何变化 我也知道X对T如何变化 那么接下来 诶 我是不是就可以 找到这么一种关系 DY除以DT 等于 DYDX 乘上 DXDT 因为你看 如果我这么展开来写 就像刚才我们在求这个 UV 导数的时候 我们 凭空多出来一项 又减去 这里呢 我们是凭空 除了一项 然后再乘上 都是 先添加一个 不改变 等式结果的一个变量 虽然多了一个东西 但是反而会让这个 道理变得更加简单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DYDT 其实就是 DY 计算过的 大家还记得那个规律吧 X的N次方 它求到等于N乘以X的N-1次方 那你把X换成T 这些变量的名字都是抽象的 都是可以随便替代的 规律 规律是一样的 好 那么到这里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解决了 因为这个 红蓝两部分 这个 DYDX 我们知道的是 cosX 那X等于T的平方 然后我们把X等于说 这个中间人 我们是过河拆桥 就扔掉了 都换成我们想要求解的这个T 然后 DX DT 等于2T 那么最终的结果呢 这个 Y 也就是 sinT平方 它的导数呢 就是2T 乘以cosT平方 这就是非常重要 也非常好用的 链式法则 我们来总结一下 看 如果是一个复合函数 F F里面是谁呢 是GT 最终是 落到了字变量T上面 那么 它的导数等于F 导数 这时候里面呢 仍然是G 仍然是G 你不能不要把这里 直接一步落实写成T 再乘上GT 好 最后呢 我们对这个链式法则呢 再做一个练习 我们看这个cosX分之1 它的导数是多少呢 也不难 对吧 cos本身的这个导数 我们刚才提到过 是 负的sinX 那么现在这个X 不是普通的X了 是X分之1 X分之1的导数 我们之前也作为一个 练习专门的讲解过 它的导数就是 负的X的负二次方 也就是负的X平方分之1 好 那么我们 如果把这个过程呢 再拆解的细致一点 U 设置一个新的函数啊 叫做X分之1 那么这个呢 就是啊 cosU cosU 是啊 DY DU 然后DU DX 那么 DYDU是什么呢 DYDU是负的 sinU DU DX是负的 X平方分之1 我们把U 再替换成 X分之1 这两个乘起来的话 两个负号就没了 所以结果是 X平方分之1 sin X分之1 这就是啊 这道题的答案 B i 许 译 最爱